本来准备在基隆港和民众一起跨年的黄色小鸭 今天下午惊船爆裂 策展单位表示爆裂的原因不明会尽速的修补 不过只展出11天就发生意外 黄色小鸭的台湾型可以说是命运多舛 基隆小鸭才展出11天 好不容易阴雨的基隆出了太阳 中午却意外发生爆裂 只剩一滩鸭皮浮在水面 附近船只忙着收拾小鸭的水下电缆 让许多远道而来的民众感到遗憾 第一次来这边看 而且都特别跑来这边看 还是没看到 还看到鸭皮而已 我们都是有从这边经过 没有下来看 今天是听说它爆掉 所以说特地带小孩子过来看 有点失望 对 希望它赶快好起来 目击民众拍下意外瞬间 只见小鸭右脸出现裂痕 不出10秒 整只小鸭就完全消气 软趴在海面上 那今天风和日历 突然发生这个问题 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 正确的原因 我们待会拖到我们的修理厂以后 我们会将整个黄色小鸭卸下来 一块一块的 好好的来检视 虽然高雄市长陈菊 已同意出借高雄鸭 但议长黄景泰表示 基隆的天气变化因素太大 基于安全考量 婉拒的高雄小鸭 将尽速收补基隆小鸭 堪称亚洲最大的基隆小鸭 竟在2013的最后一天爆裂 黄色小鸭的台湾型 可说是多灾多难 究竟能不能复原的完好如初 鸭迷们都在判 新卡克电视 吴宗翰铃鱼 台湾基隆报道